移动下调移动资费四季发展势头被连同超越 移动下调移动资费四季发展势头被连同超越 原标题移动日赚31亿将下调30% 移动资费3日22日中国移动 发布2017年年度业绩财报显示 公司营运收入为人民币7405亿元 同比增长4% 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1143亿元 同比增长5% 按照2017年365天计算 移动日赚约33亿元 与连通相比移动营收是连通近三倍 利润是连通的约48倍 昨日在业绩说明会上 移动董事长上兵表示将下调移 动资费超过30% 上兵称希望通过博利多销 力争保持收益基本稳定 移动在流量资费上 有一定价格弹性 中国移动董事长上兵 在业绩会上表示 将下调移动资费超过30% 至于移动资费下降比例 到底是多少上兵 表示这跟公司发展策略 有一定关系 去年流量资费下降 43% 今年应该在30%以上 不少人都关心移动资费的下调 会不会影响运营商业 即中国移动总裁李愿回应声 今年我们希望在包括提速降费 竞争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超过行业 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 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控制企业各种资源投入和成本的支出 希望2018年的净利润规模能够超过2017年 上兵表示 梯速降费 虽然对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长 带来很大压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能促进全社会成本降低 促进整个创新国家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 另外一个角度也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 所以我们会坚决落实这个要求 认真把这项工作做好 上兵称 中国移动在流量资费上 有一定的价格弹性通过薄利多销 给用户创造更多价值 逆征保持收益的基本稳定通信专家负量 告诉记者 从移动发出的财报来看 流量是它重要的收入增长来源 靠这个弥补取消语音 慢油费带来的影响 如果今年继续再有一个大幅度的流量资费 降低30% 这就亿为着流量带不来足够的收入 难以弥补其他领域的收入 这样的话影响就比较大 移动四季发展势头 被联通超越 中国移动财报显示 中国移动通信服务收入为人民币6684亿元 同比增长期2% 用户方面移动电话客户达887亿户 竞增3830万户 有限宽带客户达13亿户 竞增3506万户 在四G业务方面 中国移动竞增四G客户 以14亿户总量达到650亿户四G渗透率 达到73% 移动以64%的份 而占据着市场绝对领先地位 但相比一年前已经有了 6%的降幅联通的四G用户 和移动相比 有较大差距四G用户总数 约为移动的四分之一 不过混改后的中国联通 在四G用户规模上有了大幅提 升去年联通四G用户 竞增7033万户总数 达到175亿户四G用户市场份额 同比提高3% 四G用户占移动出账用户比例 达到61% 同比提高21% 2017年8月 中国联通拉开或改大幕 联通A股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 联通集团老虎转让的方式 成功引入14家战略投资者年报显示 2017年联通 自由现金流达到人民币492亿元 同比提升五六倍 受益于公司混合所有 是改革引资顺利完成公司资本实力 大幅增强联通去年主动进攻 率先在国内市场推出首款 不限流量的冰淇淋套餐 与百度合作推出大神卡 小神卡与阿里支付宝合作 推出蚂蚁大宝卡 蚂蚁小宝卡与腾讯联手推出腾讯网卡 迅速拖幻渠道 加速了4G用户增长 分析联通4G增长多为2G 3G用户 转移联通4G发展市头迅猛 对此通信行界专家负量认为 联通4G新用户增长迅猛 可以理解为2G 3G用户向4G转移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4G用户 已经上了60% 中国联通去年实际上才40% 负量表示从数字上看 中国移动4G用户的比例 有所下降 因为它之前高速发展 现在发展速度放缓了 负量表示在4G用户的份额上 中国移动远远高于 它在移动市场上的份额 这个是没办法持续的 迟早要回调 现在可以看成是一个回调期 目前还不能看出来 给中国移动造成了多大的冲击